我刚才三位男神跟我说 他们说他们其实每个人心里 还有人想问 谁呢 彤彤 彤彤 彤彤彤 没有 是你 我就是 东思云 为什么你就是不放过我呢 先先放 是吧 没有信封问题 就是教练自己想问你 所以那个问题是在教练心里 怎么成绩发 身体止不住地颤抖 看眼泪止不住地流 问点好的 不要太狠 你现在第几名了这 52 你现在在52这样的一个阶段 然后 那你觉得 在下一期离开的人里面 会有力吗 不会 留下来 我也觉得 不好意思 还要烦你一下 再去 没问题了 没了 没问题了 看这个地位 陈欣凡给你个机会 你有问题要问黄梓涛吗 自首反击了 快想个犀利点的问题 犀利点 球放过 好球放过 球放过 教练 你觉得全团的七个人有我吗 这个问题有点没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 那你觉得全团的七个人里面有虚扬吗 但是尽管 我跟你说 创造营2020这个节目 我黄紫涛又在你手里了天津凡 我跟你说 回答一下 不要回避这个话题 我觉得 这种东西它能不能出去 是它自己的问题 如果它是因为我出了道 那我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人 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牵他 为什么 如果这个人他没有自己的闪光点 没有被大家认可 没有被大家发现 自己出不了道 还要靠我的话 那这个人的价值是毫无价值的 你说的毫无价值 但是如果他是靠自己 能够出道 这是靠他自己的本事赢过来的东西 这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就算没有公司 没有我 没有任何人 靠自己赢得这份光芒 这是他自己应得的 就是这样的 所以 一切都看了自己 问得好 太好了 李太太 好 那我 你想问谁 我想问一下 徐毅阳 真会 对 真的 你有单独的问题 还是问 网友之前问过的 就网友都得了 网友的就可以 网友应该 你的拆心风就好了 那我希望你说话的时候 不要老吞吞吐吐 油油油油油 能不能稍微直接一点 不是 我知道 就是因为 不是靠自己吗 天生凡神 像一个肩膀老师一样 我宰了 我宰了 我开心风 网友 网友 对你们首秀时和 八四四乐队战斗的时候 我们获胜 就是我们呼吸决定 获胜争议很大 对此我有什么回应 就是这是教练选的 所以 我 跟我为什么关系 问教练 你们 果断甩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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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你们 你们要回应一下吗